继续要带你关注 今天副总肖美琴 与身兼总统府气候变迁委员会 副召集人的合作董事长佟子贤 一起出席探讨环境永续议题的论坛 而在肖美琴入场之前 有返合人士在门口喊话佟子贤辩论 这样内容接下来交给记者男永琪 永琪请说 今天副总统肖美琴出席2024论坛 探讨环境永续以及能源议题 那么合作董事长佟子贤 也到现场要来参加讲座 不过稍早在维安现场 出现了一场小插曲 有名抗议人士手举标牌 表示自己的标语牌 不能被带进现场 那么可能是反合的人士 但你来看一段稍早的画面 我放在这袋子里面 我进去会怎么样 这会干扰我们活动 怎么会干扰你们 干扰有意识在溜达 没有啊没有啊 我又不是现场拿出来 好在这名抗议人士 是在现场维安人员的安抚下 已经被请到场地旁边 那么副总统肖美琴 也顺利在维安人员的陪同下 进入到会场并且上台致辞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最新情况 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